新美市林口栗林二段 甘城二村眷地 警鄰文化二路 也为这精华地段 成为了利益团体 寂予的目标 打开地图来看 这个眷地接到笔直 旁边就是林口国民运动中心 还有咖啡厅公园 便利商店生活机能相当不错 前令委黄国昌雀踢爆 立新顾问公司 提出这块地的都更计划 以总价金37亿元 让给天联集团 不过财政部国有财产书表示 当时有四张标单 天联九亿两千六百八十万投标 其他三间分别以八亿多元投标 最后由天联成功得标 一共取得三千四百五十二品 立新国际管理顾问有限公司 红总经理前锋 红前锋是谁 红前锋是吴同坛的左右手 而这一张红前锋的照片 就是他从吴同坛的总部出来的时候 他就是在这个地方 桥都根的总和 黄国昌持续紧咬立新公司的黑道背景 而他提供的公司地址 是在台北市内湖区 但实际上网一查却发现 公司地址单级在台北市松山区南京东路 但实际回到黄国昌所说的内湖区 附近邻居似乎对红前锋并不陌生 而这个眷地中有四分之一是私有地 这次蔡适应说2018年自己是接受地主成情 没有施压问题 但为何等到2021年才召开协调会 立新跟天联的关系 都还有待检调调查理期 华世新闻后面是罗大伟台北报导 哈喽大家好我是乃鱼 要交给大家两个任务 第一个华世新闻的脸书专页 你按赞了吗 还有华世新闻的YouTube频道 赶紧订阅起来 还要记得按赞开启小铃铛哦